您好 想弄点啥 哎呀老爸 我今天来买两块银圆 买两块银圆 龙样 龙样 我先瞅瞅 上手之地瞅一瞅 我感觉这龙样可不一般 不一般 我先看一下吧 瞅瞅 行行行 哇 两块好像都是广东龙 我给你说 一对 一个是光绪的 一个是鲜筒的 告诉你吧 收获不容易 收获不容易 我算是刨一线 残地坯了 哦 你是在乡下收的 对 我是自学成才 自学成才 对 那你这可以啊 呃 这俩姻缘 我从鞭齿 B面上看的话 东西 是老的 东西是老的 没问题 但是啊 嗯 他这个品项都很一般 上面我看都带点戳 来价便宜 来价便宜 500块钱一块 多少 一块500啊 一块这种银元 一块500块钱一个 给弄 我也不要啊 啊 咋回事 一线全体屁 你搞了 你挡着啥啊 我买 我买不出去了 我比天我买给谁去 嗯 嗯 那也是 不过这价格啊 你这压得很低啊 别说了 我跟你说 老乡家有 一二十块啊 剩下十几块 全是大头 我给他 他给我要500 我都不要 啊 大头 有错没 没有错 全部都肥上完美的品项 但是 我跟你说 啊 我可不是一般的人 啊 那大头 大头一块也都四五百万 钱的价格了 我一线 全体屁是 手指养的 手活烂啊 哦 这是 这只是 减脂 脂顺带 对 是吧 那你这别说了 有这个业务 我也是老酒 我也会走了 老哥 我跟你这样说吧 说实话 我觉得啊 你收这银元啊 你只要能收上来 东西只要没问题 我觉得啊 你比你收那个纸箱子啊 啥的那种 其他的那种杂货 比那收的那个利润高呀 你想一下 你看啊 你这俩龙羊一对 广东的龙一对 像这个品项特别差的 这个 你怎么着也得两千多块钱吧 哎 我只认为啊 这龙羊它就追五百 老哥这样 你看像这个 你不是说五百吗 你这样 你两千块钱给我得了 就这个 然后这个 我给你拿两千五 整个家里 真的 我比那哥是手指下 能手不烂的 你看啊 你等于说两块银元 你一千块钱买回来的 嗯 这四千五 你赚三千五 怎么样 别说了 咱俩永远给你 我姐连里面都给你 行 但是 你看好 我看了 看过了 我可是五百万元 东西没问题 三千二十一 四千二十八 给您了 给您了都给您了 东西没问题 我看了 呃 这是 船市的 老包姜 没问题 另外 你不是说 还有他家里 还有很多大头吗 对 我给你这样说 你要是他是五百块钱 一块愿意买 卖的话 你也可以给他收回来 拜扫了 那肯定的话 你得给我抖底 对啊 我肯定给你抖底 不将下来 你都得 躲点头 我这样跟你说吧 嗯 肯定是 一块 超过一千 嗯 春脚 我给你说 招认时就都好了 你给我给你说 那老头老头 天啊 你还要卖 我都不摔啊 哈哈哈哈 那行那行 那我今天把这两块钱给你拿吧 双块 老板给你一桌 就看你这个气质 我这个老板给我搅你了 行行行 那我收下了 好 就这口吧 好嘞